科罗版的普通教法就是玻璃版印刷 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印刷方法 它有四个流程 第一个流程就是造型 第二个流程就是修版 第三个流程就是制版 第四个流程就是印刷 我们博物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成立了科罗版书画复制工厂 为什么会成立这个科罗版书画复制工厂呢 因为书画成立需要横温横式 那时候达不到这个条件 然后我们想做科罗版复制品 来代替真品在成立室展出 就为了保护原作 造型是科罗版整个四道工序的第一步 它的目的就是把书画作品的原稿 通过拍照把它反映到底片上面 之后去制版 底片我们采用的是全色片 所谓的全色片就是说 它对所有的光都感光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是不能开灯的 就在全黑的环境下进行拍摄 在全黑的环境下工作的话 就是完全靠经验 所有的事情都考虑了全面一点 不能有一点失误 如果你有失误的话 你要到全部做完了以后 你才知道结果 你才知道结果